鲑鱼你就像我这么做 不腥 而且特别好吃 想吃不会做的 玩下看吧 今天呢在市场馒头捡来的4根鲑鱼 鲑鱼你就像我这样适的 给它改成花刀 顺便呢咱再切点五花刀片 起油烧锅 少放一点盐 是为了煎鱼不粘锅 油热以后呢 咱们下入改好刀的鲑鱼 这个鲑鱼下锅以后呢 咱不要着急翻动它 下面煎至火火打就可以了 煎至两面金黄以后呢 盛出备用 另起锅烧油 下入切好的五花刀片 这个五花肉呢咱们多炒一会儿 把油脂给它炒出来 这样炒出来五花肉呢鲜而不腻 然后呢放入大块的 葱姜 八角 干辣椒 花椒 炒出亮相味以后呢 咱们下入一勺黄豆酱 生抽老抽和蚝油 全部炒上以后呢 咱们加入啤酒 这样可以去除腥味 然后呢下入煎好的鲑鱼 再加入一杯汪清水 过过鲑鱼 少取的净盐鸡精白糖 调口 扣盖炖八分钟就行 家人们如果您有缘刷到我这条视频 孙姐求您个字呗 给个点个赞这种呗 就是凑个屏幕点两下就行 没有你们双击我实在上不了热门 就点两下吧 感谢您的支持 大火收干汤汁以后呢 咱们放入蒜末香菜 如果您每天不到吃啥做啥 就给我点个关注呗 你会发现关注我 多少还是有点用力的